接下来,加州发现巨人海果 1819年,一群士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轮坡科目厂挖坑寻找弹药库 当他们艰难地穿过坚硬的历史层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巨大石棺 足足有12英尺长,约3.6米 更令人震惊的是,石棺内竟然躺着一具 与石棺等高的巨型人类骨架 推测身高足足有12英尺,约3.6米 士兵们还在附近发现了一丝陪葬品的东西 包括武器、半宝石和刻有奇怪符号的贝壳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骷髅居然上下各有两胎牙齿 这些发现让人不禁遐想 轮坡科目厂曾经是否居住着一群神秘的巨人 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如今,又为什么会消失不见呢 这个惊人的发现也让世人开始重新思考历史 或许在以往的认知之外 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面对如此匪夷所思的发现 士兵们手足无措 他们找到当地的印第安部落 寻求帮助 部落长老神情民众 将这些骸骨视为神灵的遗骸 并郑重告诫士兵们将骸骨重新埋葬 切勿再行逮老 士兵们不敢怠慢 消息传开后 官方人员也赶到现场 秘密地将骸骨进行二次安造 此后,关于巨人的故事便销声匿迹 讲出这段故事的女人 其丈夫正是当年参与挖掘石棺的士兵军医 如今,当年发现石棺的文波科牧场 早已变成了一座军事基地 正是大名鼎鼎的范登堡空军基地 而1819年的骸骨发现事件 也仅仅是美国众多关于巨人传说中的冰山一角 关于巨人的传说 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神话文化体系中都屡见不鲜 无论你走到哪里 几乎都能听到有关巨人的故事 这些巨人身材高大 力大无穷 通常在神话传说中扮演着 让人望而生畏的角色 对人类充满敌意甚至残暴 从《圣经》中的哥利亚 到北欧神话中的伊米尔 到古希腊神话中的鬼诞特斯 中国神话中的盘古等 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 都讲述了这些巨人立把山河的事迹 美洲大陆也流传着许多关于巨人的传说 从美国伐木工人旁扬的故事 到印第安人关于红发巨人的传说 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数不胜数 如今我们大多将这些故事 当成神话传说看待 毕竟很难想象体型如此巨大的生物 在地球上是如何生存的 而且也没有确断的证据 能够证明它们的存在 但事实当真如此吗 也许存在着我们未知的利益 自从19世纪早期以来 美国各地都不时传出 发现巨人骨骸的消息 甚至登上了报纸 地方历史记录 重要人物的日记和报纸档案中 都记载着许许多多 关于巨人骨骸的报道 现在 你甚至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些报道 在短短的200年间 人们发现了超过1000份 关于巨人骨骸的报告 这些骨骸的身高 据估计至少有7英尺2米到18英尺5.4米高 就如你将在接下来的地图中看到的那样 美国一些州的巨人骨骸 发现案例明显比其他州多 俄亥俄州的发现案例数量 未居榜首 一位逆宁网友 收集了巨窗发现巨人骨骸的报纸简报和报道 并整理成一个可供公众 使用的电子表格 根据他收集的数据 下表显示了 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 发现巨人骨骸最多的地方 虽然大多数发现 都被认为是恶作剧 夸大其词或误认 但还有一些发现 无法轻易否定 其中 有一些案例 尤为引人注目 有的因为可信度高 有的因为与古老的美洲 印第安人传输技能的相似 还有一些案例 两者兼具 一份来自1947年的报纸上 刊登了一条 令人匪夷所思的报道 内容源自一位 名叫弗朗西斯·布鲁斯 纳塞尔的退休俄亥俄州医生 据文章描述 1931年 纳塞尔博士和他的同事丹尼尔 S.博威博士 为了寻找采矿机会 正在加州死亡谷地区勘探 当时 拉塞尔博士脚下的大地 突然塌陷 他跌落到了一个地底洞穴之中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竟在洞穴中 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一个错综复杂 仿佛通往未知世界的 洞穴网络 在这些洞穴深处 他们还发现了 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 巨人相似的遗骸 身高据称达到了 惊人的8到9英尺 约合2.4至2.7米 自然 拉塞尔和博维讲述这个故事后 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 起初 拉塞尔博士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甚至成立了一家公司 计划进一步探索洞穴网络 并从中获利 遗憾的是 他们再也没有找到过那个洞穴 然而 故事并没有就此落幕 不久之后 拉塞尔博士 做了一些失踪 人们只在死亡谷一处 偏远地区 发现了他的汽车和行李箱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半 他的伙伴博维 也从那次事件后 杳无音信 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 拉塞尔和博维 并不是唯一讲述过 类似故事的人 在1920年代 还有一位名叫 怀特的勘探者 也声称自己聚入为的洞穴 并在其中 发现了远古文明的遗迹 怀特的故事 引起了当地土著印第安人 派犹特族的汤姆 威尔逊的浓厚兴趣 因为他与他祖父 讲述的传说非常相似 威尔逊陪同怀特 一起寻找神秘的洞穴 但他们最终一无所获 1932年 一位名叫伯克里的勘探者 出版了一本名为 《死亡谷的男人的书》 书中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 和其他人一样 所有声称 进入过地底城市的人 都立即失踪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 在距离死亡谷 577英里之外的地方 1904年 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件 故事的主角 是一位英国勘探者 人们只知道 他代号为J.C.布朗 与拉塞尔 不为怀特 和威尔逊的祖父一样 J.C.布朗也是 偶然发现了一个洞穴 在洞穴中 他不仅发现了珍宝和文物 还发现了高达10英尺 约3米的巨人木乃伊 离奇的是 布朗和一支探险队 即将返回该地区的那天 他也离奇失踪了 其实 关于地底城市和巨人的故事 在北美原住民传说中 由来已久 派尤特族甚至流传着 一个关于酋长的传说 这位酋长因爱妻去世 悲痛欲绝 独自一人游荡到死亡谷 偶然发现了名为 申奥·爱夫的地底城市 派尤特族的传说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 地表上存在的巨人 但另一个故事 则更直接地描述了 体型远超常然的生物 根据1886年 给矿业工程师约翰 替李德讲述的故事 派尤特族 曾与一个名为 西蒂卡的部落 发生过战争 这个部落的人 也被称为赛伊 他们拥有红色头发 以吃人为生 是当地的梦想 最终 派尤特族取得了胜利 将赛伊驱挡到一个洞穴 并封住了入口 防止这些巨人逃脱 这个地方 现在被称为 埃尔维克洞穴 然而 与我们之前听到的故事不同 关于西蒂卡的传说 可能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1911年 两位蝙蝠粪挖掘工人 代为 普格和詹姆斯 哈特偶然发现了 这个部落的遗骸 在厚达3到6英尺的 蝙蝠粪层下方 埋藏着数千件人工制品和遗骸 显然 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 规模庞大的巨人 其中一只凉鞋 据估计有一万年历史 甚至比世界上公认的 最古老文明 还有古老 虽然遗憾的是 没有缺切证据表明 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 是真正的巨人 但1911年发现的遗骸之一 确实属于一个 身高6英尺6英吨的人 虽然算不上巨人 但也比平均身高要高一些 不过也存在着一个问题 并不是所有来自 埃洛维克洞穴的遗物和遗骸 都得以保存 问题出在矿工们 最初的挖掘过程中 他们只保存了 他们认为有趣的东西 因此 在任何系统化挖掘开始之前 许多珍贵的文物 可能就因为不幸 而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 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类似的故事 其实并不罕见 在美国各地 许多关于发现巨人骨骼的报道 都离奇地出现了问题 最终被宣布为骗局 诚然 其中许多可能 的确是蓄意捏造的 但也有一些案例 让人不禁怀疑 是否存在 某种刻意的眼白 比如 关于北美土著居民 和神秘遗迹的传说故事 土墩和巨人 土墩是一种 由人工堆住起来的 大型土方公式 通常作为墓葬 或祭祀场所 这些神秘的遗迹 让普通人和考古学家 都感到困惑 这些土墩在北美 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据估计 美国各地 曾经有超过 一百万的土墩 但如今 仅剩大约十万个 早在十九世纪 许多人就认为 这些土墩 其实是巨人建造的 其中一位著名的支持者是 美国前总统 亚伯拉罕 林肯 他曾写道 但这还不是全部 他让人联想到遥远的过去 当格伦布最初 发现这片大陆时 当耶稣被钉死在 十字架上学 当摩西带领 以色列人穿过红海学 甚至当亚当 从造物主的手中诞生学 尼亚加拉瀑布 就一直在那里咆哮着 那些曾经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的庞大生物 它们的海骨 埋藏在美洲的普根之中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它们的眼睛 也曾注视着尼亚加拉瀑布 与人类历史相伴 甚至比人类出现得更糟 尼亚加拉瀑布的壮观 至今未改 就像一万年前一样 磅礴雄魂 已经灭绝许久的 猛马像和如此像 如今具有残存的 巨大骨骼碎片 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这些史前生物 也曾与尼亚加拉瀑布 共同经历过时间的洪流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尼亚加拉瀑布 从未停息过一刻 从未干涸 从未结冰 从未沉睡 从未休息 有趣的是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 各大报纸上频频报道了 发现巨人骨骼的新闻 其中更令人费解的是 其中两天报道 竟然来自著名的纽约时报 根据这两篇 分别刊登于 1886年和1897年的 《纽约时报》文章 据称 乔治亚州卡特斯维尔 和威斯康星州 分别发现了 类似于巨型人类的生物骨架 乔治亚州的骨架 侧然为14英尺 约合4.3米 而威斯康星州的骨架 则约为9英尺 约合2.7米 尽管现在仍然可以在 《纽约时报》网站上 阅读这两篇报道 但奇怪的是 关于这两具巨型骨架的下落 再也没有或许的报道 就好像报纸提过一次之后 就决定不再谈论此事了一样 谈到土敦遗迹 不得不提美国 最引人入胜的大蛇丘 关于巨型骨架的故事 也与此地有关 19世纪90年代 弗雷德里克·沃德 普特南教授 在该区域附近 发现了6英尺高的骨架 虽然这个身高称不上巨人 但另一位名叫杰弗里 威尔逊的研究人员 重新发现了 并拍摄了一具7英尺高的骨架 奇怪的是 这具骨架的下腿和脚步都缺失了 这让一些人推测它可能原本更高 越来越多 与巨型骨架相关的发现 出现在美国各地的土敦遗址中 比如 西弗吉尼亚州 就曾出土过 一具7英尺2英寸高的骨架 罗亥俄州 麦阿弥斯堡 也出土过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 一具8英尺1.5英寸高的骨架 爱荷华州发现的另一具骨架 则测量为7英尺6英寸 据报道 最后一个出土的骨架 暴露在空气后 风化成灰尘 敬请期待本视频的第二部分 我们将探索更多神秘发现 从密苏里州的神秘发现到 史密森尼学会收藏的骨架 深入探寻 这些巨大遗骸背后的谜团 它们是远古巨人存在的证据 还是仅仅神话和恶作剧的产物 下一集将会带来全新的视角 和令人震惊的发现 或许会改变 我们看待遥远过去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